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有雪城这个地方吗 该不会是你瞎揍出来的吧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没听过的事可多了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就连北离的皇帝都不知道 这天底下的庙城究竟有几座 更何故事呢 你师父教你的那套燕云剑舞 是他向我拜师师我传给他的 现在他又传给你 我看了也确实适合你 你就先练着 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问 多谢春水兄 对了 你师父登场的那套 你可千万别学啊 羞死个人 天哪 试试试 那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师父 放心 怎么点儿 说啊 走了 爹 这些个人 都得很 Training 毁 já 你还没几乎 不过呢 要教我你就教啊 可不再这么损人的 你想想啊 如果有一个人 他不会走路 但他却学会了飞 那他能飞多高 飞多远呢 拿着 什么呀 绝世武功秘籍 绣剑十九世 公子你好眼挂 这是我们这儿 销量最高的剑谱 多少钱啊 三文一本 童所无欺 绣剑十九世 你确定这是绝世武功秘籍 这不是三文前一本的 地摊货吗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就只会这一本 三文前一本的地摊货 这剑法如此蠢笨 为何还要反复修炼 因为我出身寒威 所以只买得了这一本剑法 练了多少年了 我五岁开始练剑 至今已有十七年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 只要练上千次万次 也能领悟其中的暴命 所谓巨沙城塔 滴水石川 去沙城塔 水堤石川 怎么听起来 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呢 对了 后来它怎么样了 一定是一辈子 寂寂无名吧 寂寂无名 我会在这几年一刻 和彭于海写成无名 事务与之最受罪 碱杀 性的 viol覅 你是属性啊 这个怎么办 很巧的 马兄ak 日子 并创立了万事伟业的 北黎开国皇帝 天武帝 萧义 这故事该不会是你编的吧 信不信有你喽 先生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你 你的西楚间隔固然高妙 但在江湖上 不缺高妙的剑法 反而因为它太过精妙 很多时候难以施展 你缺的是 如何把这绣剑十九式 练成西楚剑歌 剑在你手中 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 也可以捂出最绝妙的风姿 不错 不错 绣剑十九式 好好练吧 不能细作传着大消息过来 不能细作传着大消息过来 什么细作呀 那是朋友 什么细作呀 那是朋友 各位公子 柳 各位公子 柳月公子 还真是天启城的大小事都很伤心 什么时候尹宗里还多了个朋友 发生什么事了 说来听听 我看看值不值得你这么大呼小叫 有人在闯城 还是奔着蒋运王府去的 尹宗派人拦截 已经伤了好多个了 谁这么大胆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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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总不可能是叶鼎之吧 对 对 就是叶鼎之 还真是云哥 他去景玉王府做什么 叶氏谋逆案明明是亲王做的 与景玉王府没有半点关系 就算是报杀父之仇 也不应该去景玉王府啊 去找叶鼎之 叶鼎之 先生 早就知道了吧 你可知道叶鼎之 这次是来做什么的 报仇 景玉王要娶的 是影宗宗主之女 易文君 文君 文君不是早些年 就离开天启城 去割地游历了吗 我妈因此断了联系 这可是她在心里 亲笔同我说的 那看来这封信 是有心人之举了 影宗这帮混蛋 所以你是去帮她 还是拦她 这一边是引你入学堂 真心待你的师兄的亲哥哥 一边是你儿时的玩伴 与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你要怎么选 我只想知道 文君 他喜欢景玉王吗 我只知道 上次叶鼎之 来到天启城的时候 重逢易文君 他们二人 差点私奔 既然文君还喜欢着雲哥 我帮谁还不够明显吗 果然 你站在了叶鼎之这一边 不 我是站在爱情这一边 长风 要走就走 走 少年人真是好 做一个决定 只需要最简单的理由 是 快到景玉王府了吧 还有最后一批引卫 是尹宗在天启城 最厉害的引卫团之一 护卫景玉王府 代号鹰眼 一共六个人 不好对付 除了尹宗的护卫 景玉王府中 另有高手作战吧 景玉王并不精通武艺 但他有个弟弟 叫肖若丰 师从学堂李先生 是他呀 管他那么多呢 本就是九死一生的事情 拿命拼了吧 难得见你说话这么大声啊